好, 又來到我的頭珠界面了 繼續和大家來對講 接下來2024年1月10號 星期三跑馬地賽買日的賽事 今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爆冷場合 買鐵三角就和大家買三隻馬匹 而至於今次我們不買到的場合 就會是這場的第四場 這場第四場是我們的四班 草地必蘭千二米的賽事 今場馬上有12隻馬匹來對跑 都滿了馬匹的 非常之多馬的 在跑馬地場合來計算的話 今場馬有些馬其實最近都頗有近跡 跑得頗好的 講緊的就是這些最近跑第一的10號 9秒9 這匹馬最近的成績不差 就贏到馬了 基本上它這些近跡都是來一場馬 跑得最好的馬 這隻馬就在最近12月29號 跑了谷草千二五班賽事 由報民來得贏得到的 如果大家看這隻9秒9 上將報民怎麼贏的話 其實都應該會發現到 這隻9秒9 上將是贏得挺輕鬆的 這裏的就是9秒9 黑衣黑 沒有你拍馬 紅色戰爪知道了 大家看看它怎麼跑 上將這隻9秒9 都一如既往 就留了後來跑 這隻馬都留到五六位 一向他都敢跑 基本上沒有問題 沿途一路走 一路都敢跑 去到轉彎入直路 就趕快看空 再和你衝一段 你看到這隻馬 一望空倒的時間 報民一猜下去 這隻馬就很好反應 最終就將對手 完完全全廣角 將對手 所有對手 完完全全廣角 贏人家差不多 過馬位回來 最終都收了薑 所以你說這隻馬 最近贏上來的姿態 都是挺誇張 這隻馬最近贏上來的姿態 都挺誇張 還要這匹馬 我們經常叫大家去買 所以其實都是認同這匹馬 對這匹馬 唯有一個認可 但至於未來的一場 會不會買它呢 其實未來的這一場馬 我覺得這隻馬 跑回菊草 千然米 仍然是有機會的 這隻馬仍然是有機會的 不過我擔心的是 我擔心這隻馬 贏完未來的一場 再會做熱門 因為這隻馬 經常贏完下一局 都是熱的 所以擔心它會做熱門 如果這隻馬 會成為未來的一場 大熱門馬的話 其實我覺得 不太值得去搏它 對了 為什麼這隻馬 如果做熱門的話 不太值得去搏呢 原因是 因為這隻9秒9 接下來這場馬 還要升班 跑 這隻馬 上將贏的 都是五班的賽事 接下來 它升一班 跑 就升到四班 如果升一班 的馬 都做大熱的話 其實不太值得去搏 因為上到四班 那個步速就不同了 都會出現很多未知之數 還要這隻馬 其實是隔將來對它贏的 經常性都隔著地贏 隔著地贏 隨時 在接下來的這一場 它贏不了也不出奇 這次這隻馬 都換了人 換了巴道上去 巴道其實這隻馬 不是特別穩陣的 之前騎過它 都跑過第六回來 成績不太理想 所以這次換人去跑的話 其實我認為 很多未知之數 你還要說 成為一隻大熱門馬 所以買到它 就不太划算了 所以這些9秒9 如果這次來的 成為大熱門的話 其實我都想先避一避 避買它 反而就搏回同場 其他的冷門馬 因為我認為 這次買到的冷門 都是說 很值得來搏 很值得來試 所以寧願搏爛好過 至於這次我們會搏到的 冷門馬是哪一隻呢 這次搏到的這批冷門馬 說出來 大家可能都覺得驚奇 因為這匹馬 最近 居然是跑到 爆尾 這匹馬 最近 是跑過第十三回來的 說的是哪一隻呢 說的是 7號的 神竹馬車 今次我們會搏到的冷馬 居然是 神竹馬車 這匹馬 是我們第一隻 會選擇到的馬匹 為何今次要選擇它呢 我們先來看看 神竹馬車的財值線 這匹神竹馬車 在今季 十二十七號 就跑過一場賽事 就跑那些沙田組 你千四四班 對吧 最終的名次 就說跑過第十三回來的 輸鬼了 都輸得好教官的了 對吧 跑到 爆尾那麼快 還要最近 都偏懶的 有成十八倍 懶得好誇張的 雙位數字 這隻馬 又懶 最近賽事又差 看起來不太好 但為何來的 我們都會選擇它呢 原因是 我認為 這匹神竹馬車 最近的賽職 根本上 就完全不能夠阻准的 大家千萬不要 被他近職 就騙到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看看 神竹馬車上將 升仔到底怎樣 其實是他 神竹馬車 上將 排了個八檔 來跑的 這裡的這隻 就是他 黃三 黃武的這匹馬 紅色戰爪 知道了 大家看清楚他怎麼跑 神竹馬車 上將 搶出來 和你跑的 盡量都是說 擺前的 擺在第二位 裝的位置 這裡的 一隻 上場其實 都多快馬走的 你看到 有1 2 3 4 5 6 6隻快馬 來走的 所以其實 神竹馬車 上將 擺前 來走 在2 3 位 跑的 跑法 其實就不是 那麼好 所以 騎士 上場 都想刻意 按住 不過 無奈地 你都要走 3 4 位 來跑 所以 都是偏前領 的位置 這隻神竹馬車 上場 這樣 上場 很明顯 上場 是一些 比較 快 步速 的 在事 上場 擺前走 根本 不是 有利 所以 你會見到 上場 其實很多 後上馬 都逐漸 是說 全部都衝得好 因為上場 是快步速 快步速 根本上 你就來追 後面 整堆馬 都是說 能夠衝上來 所以這隻神竹馬車 上場 為什麼會輸 騎士 最後跑到 收薑 完全不就是 步速形勢 不適合他 快步速 騎士 不適合 所以最終 騎士都收薑回來 就算了 知道這隻馬 頭段 都不是說 跑得那麼好 所以最終這隻馬 就跑過第13 回來 所以 其實我認為 這隻神竹馬車 對上場 跑的 沙田組賽事 輸起來 絕對是說 有原因 絕對是說 有原因 但是 接下來這場 他再出再跑 就要留意 了 接下來這場 因為他跑的 鵬馬 那些四班 草的千二米 跑菊草 對著不同的對手 這隻馬 怎能夠不留意 因為 上場 其實跑沙田 他對著那些對手 都叫強組 好老實說 上場 他是對著 連連歡呼 安泰得二省 紫荊賺放 這些馬 安泰這匹馬 跑第二 再出都保重 跑第一 是吧 挺厲害的對手 紫荊賺放 今場跑第四 再出 亦都保重 是吧 一去分四分 立刻保重 這隻馬根本厲害 再數下去 好像那些 跑第十一的 這些馬 美麗歡呼 都再出保重 是吧 跑分菊草 立刻贏 所以你都看到這組馬 這組很明顯 是沙田的強組 來的 所以上將神速馬 對著這組沙田強組 今次轉回去跑 跑馬 對著那些藥組 很明顯這隻馬 一轉長跌 就要留意 是吧 因為去分菊草 菊草的對手藥很多 這隻馬其實以往 都跑過給你看 這隻馬 上季 季尾的時間 他跑的菊草賽事 其實是說 不斷跑近的 就算排著那些烈檔 你記得到 十二檔 九檔 八檔 十一檔 他都跑第四、第五、第二、第四 跑近的 去到四十八分 這些水位 他都能夠跑第二 入到Q 所以這組馬 根本上就是一隻 跑菊草 不差的馬 對著那些藥組 他就是不差的馬 今次跑回菊草 四分千二米 即是說他入過Q 的路程班 就降低 所以這組馬 怎麼能夠不買回它 是吧 還要再加上 這隻馬 今次操練 是說特別少少的 就是說 留在香港做操練 還要偉達親操他 偉達親操他 偉達親操這匹馬 其實都相當重視他 這隻神速馬 很明顯 偉達想快點 和他交代 快點幫他保重 因為這隻馬 一直都沒有交代 一直都跑過第二 入到Q 但是從來沒有交代 未贏到馬 所以 連馬斯都當然 想盡快幫馬主 去交代一下 這些馬 不是說差的 是吧 其實 這個 四班菊草 是能夠有表現的 所以這次轉場地 很明顯 偉達都想快點交代 這次是怎樣 這次是怎樣 這次這匹馬 還要排著一個漂亮檔 還要排漂亮檔 這隻馬 其實很少可 這次很行友 因為之前他都排著 最好的檔位 都是八檔 八檔 八檔 九檔 全部都是外檔 十一檔 十二檔 十三檔 十一檔 全部排外檔 所以這隻馬 搞到跑得很被動 很吃虧的 你看到 之前的第二 他都在第十位 第十、十一位 這次排三檔 其實這隻馬 可以押回前來走 這隻馬 押前的跑法 其實更好 即是在四五六位 來跑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這次可以改改跑法 既然排著一個漂亮檔 三檔 這麼行友 所以這次看到他排著一個漂亮檔 我覺得他這些馬 都有機會 立即跟你博 立即跟你保重 真的不出氣 很行友 他抽著三檔 所以這次買他 我覺得絕對是機會 還有這次馬 這隻馬 都特意放到誰 放到田泰安上去 放田泰安 這次 田泰安這位騎士 其實都熟這隻馬 因為季初的時間 都是田泰安騎他 田泰安非常熟悉 這次都特意安排 田泰安上去 真的 有理由相信他很想保重 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 偉達最近的馬 你會發現到 其實偉達很多匹馬 都是由田泰安幫他贏的 最近 他不是用什麼希偉森 幫他贏的 偉達最近 是用田泰安 你看回最近谷草的賽事 偉達是不斷用田泰安 來跟他騎馬的 1月4號 田泰安幫偉達騎了四隻 而他做出來的成績是 做出來的成績是 兩回合 兩個第二 跑四隻 四隻 全入球 所以 其實偉達 搭著田泰安的勝率是極高的 上個賽馬 沙田沒有跟他跑 田泰安是純粹在跑馬的賽事跟他跑之前 四場 四場入球 很準成的 偉達搭著田泰安這個組合 所以我覺得這個組合 其實這次都可以留意 超準成的組合 所以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都選一隻 打完王牌 用田泰安的馬 7號的神進馬車 來對駁爛試一試 最近也有十幾倍 挺懶的 希望今次都駁爛 來對駁他爆 駁爛 駁爛這些就是懶馬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這次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是哪隻呢 其實就想選這隻四號的高明進帳 來買回來的 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高明進帳呢 我們先來看這隻高明進帳 過賽職先 這隻高明進帳 其實今季都沒贏過的 跑起來的成績 跑了第八第四第十 第八第四第三 跑了很多場 一直都沒贏過 還要他賠率都偏懶 今季季初一百零四倍 過八倍的難馬 懶得非常之禁教慣 再數都五十八倍 二十六倍 十九倍 甚至最近 有獸醫潘來騎 有潘頓來騎 都十五倍 雙位數字 潘頓騎的馬都雙位數字 你可不知是多麼懶 是吧 所以這隻馬 最近是一隻很懶的馬 這隻馬 由獸醫潘頓都那麼懶 但是接下來一場 為什麼我都會選他呢 是吧 原因是因為 我覺得這隻高明進帳 根本上就是一隻 越跑越進步 越來越好的馬 這隻馬 漸趨很緊的了 由季初那些 第八 第四 第十 跑到第十 都漸漸跑到最近的第三 開始進到格子的 我們可以看看潘頓 上將是怎樣騎他 看看這隻馬上將的表現 其實這隻馬上將是不差的 上將排著十一檔 這裏就是他 黑衣衫帽 紅色戰爪之主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上場 潘頓 因為排著十一檔 所以都將這隻馬 留了後來跑 留後都不止 還要一開始被人頂 等於三階段的位置 基本上沿途一直都這樣跑 一直都這樣走 之後去到轉 直路 潘頓都將這隻馬 轉入面來走 轉入面來出 不過無奈地 其實都預了一些 沒有位置的情況 去到二百多米 這隻馬 都還沒有位置望空 很遲才說 真正望空島去到法力 你會看到現在這一刻 這隻馬才真正找到自己的跑線 來衝 還有 因為這隻馬太被動的關係 其實最後幾步潘頓都隨便騎 你看得到 因為他太遲望空 還要太被動 所以 一早已經有馬 透出了 所以潘頓其實這場馬 都隨隨隨便打他兩邊就算了 但是你看得到 潘頓隨隨便打的時候 這隻馬也有個勢 湧上來 隨隨便打兩邊 只推 最後 這隻馬也能湧上來 跑到第三 湧上來 真的 你看到最後那個勢 是很好 首爾潘頓隨便推幾步 真的隨便推 就已經湧上來 跑到第三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最近是一隻 挺有狀態的馬 是不差的馬 跑到那些菊草 千二四班 很明顯有料到 最近第三 都跑贏過 離陣同場 一些馬 你看得到 第三 跑贏過離陣同場 再出的木火同名 跑贏過離陣同場 木火同名 之前的第四 也跑贏過離陣同場 再出的海南部 離陣同場 再出的海南部 其實 都是不夠他跑的 海南部 上將就輸了 給高明鑽進 要跑第五 離陣再出 九號馬 就是他 所以其實高明鑽進 最近 跑的菊草 千二四班 都跑過離陣同場 不少馬 這隻馬 都能夠在離陣同場 稱得高 這次跑相同路程班 接著場地 最近他跑得好的 路程班 接著場地 菊草四班 千二米 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在離陣同場 挺有威脅的 排除了伊當 還要在Lan當 來跑 所以這隻馬 是相當好 相當好 這次不是配獸之判 是配何宅堯 上去 配何宅堯 上去 因為這隻馬 何宅堯 都會贏 都是騎乏的 其實曾經贏馬八當 都是何宅堯 22到23年 這個馬櫃 何宅堯 已經贏了兩次 所以 何宅堯 都適合了 所以這次見到 何宅堯 還要打小 王牌 我覺得可以是 來試一試 這些馬 隨時保重 雖然狀態這麼好 所以我們第二隻 會選到的馬匹 都會選這隻 高明轉帳 來購買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頭兩隻 會選到的馬匹 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三隻 會選擇的馬匹 今次 我們第三隻 會選到的 其實就想選一隻 一號的 木火同名 來購買 為什麼今次會選這隻馬 我們先來對待這隻 木火同名 歌賽的線 那這群 木火同名 最近跑出來的成績 其實不是那麼好 跑的第十二 第五 跑得那麼差 但是為什麼 都會選他 而且這隻馬 最近都偏懶 23倍 32倍 懶得那麼高 但是為什麼選他 為什麼會選他 為什麼會選這些馬 第一個原因 就是想搏懶 來試一試 就是貪這隻馬 最近夠懶 幾十倍馬 我覺得這隻馬 挺划算的 第二件事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這隻馬 為什麼最近會輸 其實如果大家有仔細留意 這隻木火同名 最近為什麼會輸 的話 就會覺得這隻馬 最近輸得很不值 其實這隻馬 最近輸是有原因的 其實你純粹看他跑法 就知道 上兩場 其實這隻馬 是留了後來對他跑 留在十一十二位 十一十二位 那樣的 其實這隻馬 最佳跑法 並不是這樣的 根本上這隻馬 就不適合 留到那麼後來對他跑 但是就偏偏 上兩場 他留到那麼後 所以我認為 上兩場 他之所以輸 其實跑法 已經有問題 你不用理他 上將怎麼騎 你不用理他 到底衝勢那些好不好 跟你說上將 他衝勢幾好 不過其實他跑法 已經有問題 所以其實這些跑法 對於他來說 是影響很大的 你留到那麼後 跑怎麼跑 這隻馬 是吧 但是最後 看到他衝得好 其實我覺得 他根本上是有狀態的 而根本上 之前輸 就是因為跑法 是吧 留了後 所以我覺得 最近兩場阻擲 抹了他 你抹走他 你看看他之前 擺頭走的跑法 其實這隻馬很好 他跑谷草千二四班 根本是可以的 接下來又是跑相同路 乘搬全場地 跑回谷草千二四班 是吧 所以其實這隻馬現在差 接下來這場 絕對可以是 抹回前來走 就行了 是吧 上兩場就說 排列檔 排九檔 這隻馬 那馬局留在後面 但是這次不同 這次排五檔 我跟你說 這次排五檔 其實這隻馬可以抹回前 用回夜馬跑法 是吧 還要來這一場馬 其實沒有什麼快馬走 你記得到嗎 沒有什麼快馬來跑 所以這隻 木火同名 我相信 他絕對能夠 跟前用回夜馬跑法 來跑 用回夜馬跑法 是可以的 這隻馬每次都跟前 跑得好 是吧 第一個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來這一場 不妨可以是說 試一試 靚蕩小馬場合 這些馬 真的改變跑法 隨時就保重了 打小王牌 隨時用梁吉祥爆 所以今場馬 我們第三次會選的馬匹 都會選一隻一號 木火同名 來這裡示範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三匹馬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怎麼買呢 其實今場馬 我們會買回連贏及位置 的這個彩詞 用這個彩詞 去買回 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那三匹馬 就可以了 用一個鐵三角 互吹的方式 來買回他們 今次就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一試他們 在未來的這個賽馬 大家一起贏錢 我也祝大家贏到的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們的影片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掰掰 以及